大逃亡 暴力骇龙重返人类世界 实验成功了 太顺利了 暴力骇龙 你是我的第一个作品 感觉如何 主人 我是不是宇宙最强的恐龙了 是最强大的恐龙之一 你还有另外五个伙伴 你们都会成为这宇宙最强大的恐龙 很快我就能统治整个世界 所以现在 我要再派你前往人类世界去完成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去把逃到人类世界的古猎山小恐龙抓回来 人类世界很大 要到哪里去抓他们 就在上次 你把几名人类吸走的圣龙学院 圣龙学院 哦 我知道了 去吧 暴力骇龙 是 破坏 敌估 就算让你找到我 你也不会是我的对手 大家看 这个是驯龙骑士手机 上面记载着有关猎谷山恐龙的资料 我已经从这里找到了去古猎山的方法 真的吗 没错 只要集齐来自古猎山的金 木 水 火 土 光 六大属性的小恐龙 这个是驯龙骑士手就可以带领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去到古猎山了 这么有机器 是的 现在把你们的小恐龙召唤出来 狗狗狗召唤 狗狗召唤 狗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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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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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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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怎么了 因为它们是古猎杀远古时代的恐龙 所以没办法长时间在人类世界生活 必须要通过传播负面情感给人类来吸取能量 否则它们的能量会慢慢耗尽 直至消失 不会吧 不好 我忽然浑身无力 呼吸困难 我快不行了 电影龙 你给我过来 我的尾巴 现在你们暂时不会有事 但要是时间一长 你们很有可能忍不住释放自己的本能 再次向人类传播负能量 不可以 不能再把负能量传给大家 而且我有点想念古猎杀的伙伴们了 是啊 不可以 不能再把负能量传给大家 我也想念古猎杀的伙伴 好想就在那里好久了 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这 这 这是 今晚 今晚我们会和你们一起到古猎杀 你们和我们回去古猎杀 怎么回去 他们说只要把我们六个的属性能量集合起来 我们就可以穿越去古猎杀了 这么神奇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不是 我们可能回不去了 为什么 古猎杀好像不想去的人类 肯定是千番 既然它在古猎杀 我们更加要前往古猎杀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 阿迪 我们走 阿迪 阿迪 阿迪去哪了 不好了 我看到一只恐龙 恐龙 恐龙 大家快来看 它在那边 怎么不见了 刚刚明明看见它在那里的 阿迪 你确定看到的是恐龙 好像是我刚来人类世界时 遇到的那只火恐龙 火恐龙 火恐龙是谁 就是那只火恐龙把我们的同学带走的 只要找到它 或许就能找到失踪的同学 走 我们出去看看 奇怪 火恐龙去了哪里 没有 不在这里 火恐龙在哪里 如果还是那只火形恐龙 那就很可能 是千帆发明的暴龙了 这么说 千帆是来到了人类世界了 现在谁也不知道 他再次来人类世界的目的 咦 什么东西 啊 这是 这是 火球 好大的恐龙 好大的恐龙 找到你们了 小家 没错 真是他 是上次那只火恐龙 怎么好像跟上次不一样了 赶快打开动龙手环 探测他的属性 是 爆裂骇龙 属性火 必杀技 烈火灼烧 各位 我已经百分百肯定 这是千帆使用复制的龙蝇发明的恐龙 大家要小心点 做好战斗的准备 是 就算知道我的属性 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 今晚我就是来抓那六只小恐龙的 你们谁也别想拦着我 我知道了 千帆知道我们要去古猎山 派他来抓小恐龙了 我们是不会跟这只陌生的大恐龙走的 跑得还真快 想跑 没那么容易 不好 斗龙战士 你们一定要找到小恐龙 保护好他们 否则我们去不了古猎山 是 阿迪 我们去找爆裂骇龙 好 收到 我要找个地方躲起来 躲起来 躲到哪里好呢 我要第一个抓你回去古猎山 我不要 我不要跟你走 乖乖听我的话 给我走 主则 别怪我不客气 你 你为什么要抓我 我又不认识你 你看我这么威武 需要几只小恐龙当首相 你们最合适不过了 我 我不要 我才不要当你的首相 我不要 看你能跑到哪去 救命啊 没人能救你 没人能救你 住手 阴影龙 回来 好大胆的人类 竟敢跟我作对 快交出那只小恐龙 有本事 你就来拿 斗龙召唤 我的拍档 好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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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 看不到 竟然还有恐龙拍档 不是一般的人类 没错 我是斗龙战士 我是东方木的战斗拍档卡维利 我就让你们试试我的厉害 烈火灼烧 为什么会这样 喂 暴力害龙 你就这点能耐吗 你不会是一只伪装的恐龙吧 小家伙 给我等着 我马上就来收复你 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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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温烈 趁现在收拾它 看我的 炫光爆裂 不见了 东方木 现在怎么办 你先回来 我去通知其他人 各位 我已经找到了阴影龙 暴力害龙目前出交不稳定 看样子 它的属性还没完凶稳定 大家要尽快找到小恐龙 把它们召唤回来 知道了 薛方龙 你在哪里 天花 我在这里 天花 我在这里 天花 天花 雪方龙 找到你了 哈哈哈哈 这里也有一只 小恐龙 快回来 什么 要打就和塞美拉打 又是斗龙战士 我现在没空和你战斗 暴力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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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找不到我的吧 黑灵龙 你在哪里 快出来 我是白诺 白诺 暴力害龙 你在哪里 快出来 我是白诺 白诺 暴力害龙 你在哪里 就走了 真是乖 自己送上门来了 白诺 快救我 黑灵龙回来 快把小恐龙交出来 别 tearков不会放过你们 精怪疯马过来 又是一名斗龙战士 还是作为上级 遇传的人类 我完全再来收拾你 胆小鬼 别逃 这里是整个学校最高的地方了 那只大恐龙肯定找不到我们的 我们就这样走掉 不管斗龙战士 是不是太没意气了 斗龙战士那么厉害 肯定没事的 大恐龙的目标是我们 等斗龙战士收拾了它 自然会来找我们的 但我还是很担心 万一它们被打败了怎么办 还不会呢 凯峰很厉害的 一定会打败爆裂骸龙 爆裂骸龙 爆裂骸龙 没错 就是我 小家伙们 带我们回古猎山了 快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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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谁怪龙 放开我 臭恐龙 快点放了大便 放开我 下就轮到你了 爹爹龙 不要管我们 你快点 不行 不可以人下你们不管 回来 我要救死你 回 小姨 找到小恐龙了吗 没有 一个都没看到 小姨 已经被爆裂骸龙抓走了 救命啊 快来救命啊 是哈巴龙的声音 是楼顶传来的 走 我们快过去 开风哥哥 你在这里啊 找到水怪龙了吗 还没呢 你找到水怪龙了吗 也没有 救命啊 是水怪龙的声音 快来救我 在教学楼那边传过来的 走 我们赶紧过去 开风哥哥等着我 哈哈哈哈 独自料意 你才是无谓的反抗了 乖乖跟我走吧 不要啊 住手 爆裂骸龙 快放了他们 斗龙战士 小姨 快来救我 斗龙战士 你们以为能阻止得了我吗 好 那就试试看吧 等等小姨 让阿迪来对付他吧 火恐龙 上次让你逃走 这次我一定要打败你 是你 你想干嘛 好多 可恶 可恶 竟然比上次赢了那么多 你带来救我 啊 啊 烈箭 啊 啊 海狼 啊 烈火灼上 啊 阿迪 小心 怎么回事 怎么会停了下来 不好 竟然忘了出不了招 轮到我了 谢谢我 你们给我记住 耶 太棒了 打赢了 阿迪 干得漂亮 好了 小心啊 哈巴龙 哈巴龙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小姨 我 我没事 小姨 赶快通知其他人过来 我要带他们回古猎山 这里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安全了 各位 我已经找到其他小恐龙了 大家快来教学楼天台集合 水怪龙 滴滴龙 水怪龙 你没事吧 海风 太好了 大家都在 你怎么样了 刚才是不是遇到暴力害龙了 是啊 不过是否阿迪及时赶来救了我们 阿迪打败暴力害龙了 不 只是打跑而已 暴力害龙从之前的虚体变成了实体 可能因为他的复制龙鹰力量还没完全成型 所以刚才和阿迪战斗时才会表现不稳定 虽然这次打赢了 但下次如果再遇到他 阿迪 你得千万要小心啊 好 趁现在 百诺 天化 东方末 赶紧把你们的交控龙也召唤出来 我们现在就过去古猎山 是 是 太好了 大家都到齐了 大家都到齐了 大家听着 我们一起 手拉着手 紧靠在一起 然后围成一个圈 接下来 小恐龙闭上眼睛 集中精神 释放你们的属性能量 把能量凝聚到你们的恐龙核心 哇 大家看我们一起发光了 哇 漂亮 好漂亮啊 六大元素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时空能量 现在是晚上的九点十五分 大家要记住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是这个时间 太好了 我还怕去太久 妈妈会担心我呢 大家做好准备 是 我们出发 那是 我能先放太久 太久了 太靠近了 小孩